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Philip Channel 今天是4月22日 我们今天会介绍一只股票 就是神州租车 编号是699 神州租车成立在2007年9月 总部位于北京 公司在2014年9月 用每一股8.5的价钱在香港上市 现时市值大概是210亿港元 而4名主要股东 合共就持有近5成2的股份 而神州租车本身是中国领先汽车租任服务提供商 它将国际上比较成功的汽车租任模式 结合中国客户的消费习惯 提供了一些短租、长租和融资租任 专业化的汽车租任服务等等 而额外的配套服务 都有全国的救援和二地环车等等 截至2015年12月 神州租车在国内已经是74个主要城市 设有738个服务网点 服务超过100万个个人客户 企业客户也接近1万间 而目前是中国最大的全国性 大型连锁汽车租任的企业 要知道其实租任行业都是属于周期性的行业 天气、公众假期或者一些出游旺季等等 甚至乎去到一些商业活动的活跃度 都会对汽车租任行业 带来一些直接的影响 而天气近期都已经开始回暖 暴入春季了 在这个极端天气的气候因素减少下 再加上一些周期性的因素 例如4月起国内的假期都会陆续增多 也是一些出游季节 租车自介外游和一些商业的营运租务 预期都会转趋为活跃了 再加上现在的GPS技术已经开始成熟可靠了 一部手机已经解决了很多路线上的问题 方便了一些驾驶者 相信也有助这些新客户人数稳定的增长 我们看图表 一线图方面目前的股价 就在8.2到9.3这些位置培回 看好的话可以在现水平买入 建议目标价是9.6 指示价可以在8.08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多谢各位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 不扣成任何买卖邀请 本人刘启聪为证监会持牌人 截至本评论发表日子 本人及有联系者 并没有持有以上提及的相关股份及财务权益